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学生都在上网课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上网课 跟传统在教室里上课 究竟有什么样的得失 或有什么样的好处跟缺点 如果说一个孩子 他本身的学习速度很快 大部分老师教的东西他都理解 那这孩子的这个独立性很强 学习速度很快 而且英文底子又好 自我管理的能力强 那这个学生蛮适合上一些网课的 网课的话常常可以按据 根据自己的速度进度方式来学习 不受其他同学的影响 那要是很快就把知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再通过考试 把这门课或这个学分拿到 但是传统的课程有什么优点呢 传统的课程 第一个你有老师在你面前 是个light person 是一个活体 他会活动 会讲话 跟你有眼神 有声音的交流 第二个你有companion 你有同学 你有同伴在你旁边 所以说一个网课 是一个对着荧幕的一个课程 对着一个终端机在上课 而在实体的教室里面 你是跟着一群人在相处 所以这些人 这些老师跟同学 他们本身的素质 也决定了你这个班上课程的素质 所以为什么学生都要进好的高中 要进好的大学 一个是好大学的教授优秀 可是普通的大学 教授也可能非常的优秀 学术表现很强势 但是学生跟学生之间的确是有差异 哈佛大学学生的学习的方法 跟MIT的学生 对比于一个说排名在300名 或500名的大学的学生 上课的素质 吸收的能力 产生的这个效应来讲 我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在这里来讲 你的孩子是不是上网课 其实在于是说 你的孩子需不需要人管理你的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是被动的 是比较容易偷懒的 自我管理比较差的 那你上传统的课程 有老师有同学 他比较有个规范在这边 学生不容易会auto track 他会出到一个 学习的轨道以外的这个方式 他比较能够在既定的范围之内学习 如果你的孩子自我管理很好 又很聪明 学习得很快 那他可以在所谓正规的课程之外 多上一些网络的课程 增加你进大学之前的含金量 像我们ACI南加州学院 提供一些网络课程 其实会帮助一些成绩优秀 学习又超闲的学生 你可以在进大学之前 多收一些加州大学 或全美国大学认证的一些网课 或者是经过这些AP课程以后 你参加AP考试 拿到AP的credit学分 这些对一些优秀的学生来讲 这是一个帮助他们在学习 更快速获得知识 获得学分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里提醒家长 先看看你的孩子 适不适合上网课 你也可以跟我们ACI的 各个council的研究 讨论一下网课对你孩子 究竟有多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